我們現在要上的單元叫做聚合物 聚合物是什麼東東啊 聚合物就是有很多的小單元 不斷的重複出現 連成一個巨大的分子構造的 這種叫聚合物 好像珍珠項鍊一樣 有好多個珍珠 然後串成一串長長的珍珠項鍊 所以很多的小小的基本單位 反覆重複的出現 連成一個巨大的分子 這種叫聚合物 那那個基本單位 那個重複叫單體 這個名詞國中沒有交聽過就算了 那下一個是叫貝的 那個聚合物的分子量要很大 因為它結成一個巨大的分子多大 一萬以上 這個有人會問 所以要請記住 要一萬以上 它又稱為高分子化合物 高分子因為它有很多很多的東西 分子量在一萬以上 聚合物的分類方式有幾種分法 一種是根據來源 還分 有分做天然的聚合物 自然間就有的 像我們也會加到的蛋白質 我們會提到的澱粉 還有可以帶到的纖維素 就叫做天然的聚合物 還有人做的 人工合成的聚合物 我們會後面會加到一些合成纖維 會提到一些塑膠 就是所謂的合成的 就是人做的 另外一種是 重點是根據這個分 構造分 根據它的構造 有一種構造 它是煉狀的 它要排成一條長條狀的 這種排成長條狀 煉狀的聚合物 受熱之後 容易軟化 融化可以再加工 最後把它稱之為 熱塑性聚合物 熱塑性就叫我們 當我們要知道的 所謂的聚乙溪 聚力乙溪耐倫 還有你平常 生活用到的好特瓶 都是屬於 熱塑性的聚合物 重點就是要記住 我是煉狀構造的 受熱之後 容易軟化 融化 叫做熱塑性聚合物 那如果我是網狀的 一體網狀的 這樣子排完之後 我再加熱 我就不容易再軟化融化變形 這種叫做熱固性聚合物 熱固性聚合物 以前有特別教尿素甲醛素質 這個我們會再帶一下 然後呢 分甲醛素質也沒有在教的 怎麼直接沒有在教 你知道就好 就是要網狀聚合物 這個是愛考試的重點 煉狀聚合物 受熱之後容易軟化融化變形 叫熱塑性聚合物 網狀的 受熱之後不容易融化 軟化變形叫做熱固性聚合物 這個是我們考試的重點 要記得 另外還有一些分法 根據單體數目 只有一個A重複出現的 還是有A跟B重複出現的 還有做的方法 是兩個加起來很坦調的 一個有不同的數分法 這個我們國中沒有教 就把它帶過去算 它剛剛講過的天然聚合物 我們會教到兩個東西 一個叫蛋白質 是由氨基酸構成的 澱粉跟纖維素 是由葡萄糖構成的 這些聚合物 你要記住 它是由什麼東西聚合而成的 一個叫蛋白質 是由氨基酸構成的聚合物 然後澱粉跟纖維素 是由葡萄糖構成的聚合物 我們在後面教實體跟發酵的時候 我們會再教一次 再上一次 那另外一個叫做 尿素甲醛素 是我們現在 比賽有帶到的網狀聚合物 它就是尿素加上甲醛 尿素加上是一個熱固性的 就是塑膠 好 這以前課本有做實驗 做實驗的時候 你看到尿素 哇好可怕 會很臭嗎 不會 尿素一點都不臭 白白的 聞起來一點味道都沒有 比較麻煩 是後面那個甲醛 甲醛的俗稱叫做浮馬鈴 就是泡屍體用 還有一個濃重的味道 所以絕對要用山紋的方法 這樣紋 如果你要紋的話 就是如果以後你當醫生 當護士啊 做到大體解剖啊 把自己從那邊拿出來 就聞到那種屁股 濃厚的浮馬鈴的味道 這個味道很刺激 所以一定要三文 你如果蠢蠢的把它放到屁股 用力吸一口啊 如果你的肯 拿過敏的話 你可能就昏了 就打下去了 味道很難聞 所以真的味道是那個甲醛 它是有刺激性味道 尿素跟甲醛 這個實驗 我也加了濃硫酸湯催化劑 也物源也一樣 因為它會怎樣 脫水 因為它會脫水 然後這個反應 這個反應是一個吸熱反應 這個反應 尿素加甲醛變成尿素甲醛素質 本身是一個吸熱反應 可是你做實驗的時候 你摸那根釋管 要算燙的 那是放熱啊 怎麼會這樣 因為濃硫酸脫水放熱 它是因為濃硫酸脫水 所以你摸它會熱的原因 是因為濃硫酸脫水放熱的關係 如果你只看尿素加甲醛 它有什麼反應 吸熱反應 我老師剛剛跟你說過了 國中的反應幾乎都放熱 放熱不用背 你背 吸熱就好了 它就是吸熱反應 叫做尿素甲醛素質 OK 我們大概可能就只有帶到這個 立體網狀的聚合物 OK 請問 有問題了嗎 沒有